我有一段情有花,我有一段情有花,我有一段情有花快 今天到了古丸市场啊 今天餐位还是不少的啊 给大家拿着抓紧来逛一逛啊 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收获吧 隔壇下了一场雪,一场小雪 看树上,树上落了很多雪,没有话 但是地上的都化了 地温呢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这里说10号取暖 但是呢暖气还一直没有热 屋子里非常的冷 屋子里现在15度了 家里呢已经打开了空调 实在是太冷了 家里打开空调了 使用的暖风 看看屋里多少度 现在呢显示呢是19度 如果不开空调的话 是15度 非常的冷了 因为今天呢是周六 有那个谷玩大吉 火哥呢还是带大家呢 去逛逛地摊 下的雪还是挺厚的 这个呢我是照着一个遮阳的 这么一块布 这样还好点 最起码玻璃没有上洞 直接能把它抖着掉就行了 给大家揭开看一下 这会儿还得开着暖风 吹这个冰 这样倒挺好 所以我建议北方的朋友呢 可以买一块 这个啊 也好装也好拆 很方便 看一点血也没了 把鸡肝上的血 搓掉 好的热车 出发 昨天的老婆哥呢 已经把玻璃水都换成 负零下15度的了 在我们这儿零下15度就足够用了 在东北肯定是不行了 那么南方的朋友呢 是不是基本上不用换呢 用零度的玻璃水就可以了吧 看开车还是比较堵的 车也比较多的 从这个路口的左转就到了 今天到了古玩市场了 今天摊位还是不少的 给大家抓紧来逛一逛 看一看 今天有什么收获吧 看这个摊位 摊位有一个繁红的狮子 这个是个民国时期的 但是那是个残的 有充限的 看看这个罐 这个是一个豆青柚的 一个西瓜罐 咱们冬瓜罐比较长 西瓜罐比较圆 这个东西是开门的 清代的 豆青又加白的 那个盖 多少钱啊 六千块钱 六千块 网络片也没收 没盖啊 没盖一收了就没盖 多加的 没有盖子 六千块 六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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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这说的没错 算是合合二千的 老肉片也没 好的 老铁门给给我一下 那天是 要是有个盖就好 老铁门给多少钱 其实这个合合二千 豆青又加白的 化的一般 要是有个盖子的话 可以值个四千左右吧 这三千到五千之间 都是正常的一个价格 它要六千的肯定 那里面是带着一部分火的 我们来看这个摊 这个摊位呢 分成两部分 地下摆这部分 可能是一个人的 它就是基本上都是黄品 然后看这红柚的哈 这个蒜头的 这个瓶子这个造型呢 也是异想出来的哈 上面是个盘口 下面是一个笔气状 又像一个赏瓶状 这个是个黄品 那俩青花罐呢 也是黄品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胎质 你看这个胎的吧 这是人为做旧的胎 看到吗 里面盖 方兮兮油乎乎的 这俩是一对 这俩是一对 也是黄品 这个呢 一对杯子 这也是黄品 看 看这佛手的哈 上面这个帽子 这也是典型的黄品 又面非常的亮 这也是黄品 这都是黄品 这个是 这个是有点老货 看看 奶店是老的 这个碗是个老的 没问题 红绿狮子 但是有一个透明的出现 大家能看到吗 这件是老的 这个也没问题 这个呢 就是咱们所说五六七的 或者文革的 这个也是五六七的 这个是个老的 碗清明国 这小炉子 这小炉子怎么办 炉子一千一 炉子是个老的 这最低多少钱 这个 少了 比九百万钱 九百万钱 这一下 这小炉子 小炉子也不错 这狗子 它不少亮吗